远景巡邏 发现前方有两部小客车围停在路边 其中一台还是并排围停 当住道路就算了 抽象两名男子还站在一旁抽烟聊天 于是远景上前关心 连同围停在红线的另一台小客车一并盘查 发现两台车双方是朋友关系 而这在盘查过程 车内这名一头金黄的黄姓男子 只见他眼神恍惚 手还不断发抖 你手搓到这样 你没在搓 车车不怕 自己拿出来 怀疑是车内有违禁品 远景盘查 果然在驾驶座旁边一个小包包内 查获了毒品安非他命和哈密瓜毒钉 事发在新北市板桥管前西路 凌晨一点多 黄姓男子和朋友相约要去打牌 结果因为围停被抓到车子内藏有毒品 而男子声称为了提神 在查获两个小时前才刚试用毒品 这下牌打不成 先被抓到警局